没有任何事任何人 可以在网上隐形 我就是习惯 你打职业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来我们战队 不与其ZGDX好吗 大哥 我打职业是我自己愿意 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等住了 展哥 这个 是你女朋友吗 尤其是在我这里 笑容 肯定是了吧 虽然只有背影 但看起来很害的样子呀 这个女的认识简瑶 这才来几天的 就跟诚哥同进同出了 笑容大大 我们都有点迫不及待的 期待你第一次亮相了呢 不是吧 又怎么了 我拍到诚哥了 我今天怎么不去买彩票啊 又是诚哥又是简瑶 诚哥打什么位置 对面打野位 那完了 那他估计要助你中路了 怎么办啊 我还差一把就会到京都之主了 怎么遇到诚哥了 服了 而且还有个简阳 莫方 莫方 诚哥选的这个世神呢 算是一个中期世神 前期阳神只要来中路 还是可以分分钟打过打 不要慌 我教你一招 一会儿啊 你就这样扰吧 好没好 不然你就干脆挂机 听我的 诚哥绝对风水 现在就要说吗 听我的没错 诚哥 我还有一把就会京都之主了 所以呢 求求你 别搞我 我给你跪了 你也不听口痂 我给你了 我给你了 你俩估计 你俩估计 不错啊 你俩估计 我觉得你俩估计 我太不错了 我什么都能够 我你俩估计 我也有点误的 你俩估计 我都能够 我都能够 你俩估计 我都能够 出事之疑 你会成 我保护你 怎么回事啊 嗯 这个 诚哥 你是宁愿死也要带我一起走啊 双双把家还吗 善良啊 诚哥 小姐姐 小姐姐 精神攻击 你确定 听我的 快 诚哥 你什么时候回来 猫 大饼 在捞鱼 我管不了了 你快回来管管 你的儿子要没了 我错了诚哥 都是小胖的锅 你儿子很好 子孙满堂 我也很乖 诚哥 我们都很想你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 看在我们这么想你的份上 别来中路了 去看看下路的风景吧 什么东西 人家都不理你 说那么多有意思吗 人家都不理你 一个人自言自语 有意思吗 我担心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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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谣 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吧 喂 喂 不是跟你们说了不要打电话了吗 老K 小姐姐 别担心啊 估计是老K家里人来电话了 他只要一接到家里人电话 他就这样 不是冲你 怎么不打了 我明天回去 看看好你和你的猫 挂了 谁啊 怎么了 诚哥 诚哥 他说什么 他说他明天就回来 快看竞圈养殖场 CGDX双输出暧昧互动 CK阳神到天边笼落 堪称电竞版星白娘子传奇 这女的才来几天就跟诚哥勾搭上了 要不要练 回地 骂她 不是吧 诚哥这是要下凡了 阳神又是咋回事 勾起三角练啊 不靠消息 杨神的出点就是她 杨神是青蛇嘛 楼主你借过洛夫城这样的取权 真看不出来杨神居然是这种人 杨神好酸啊 看不出来是不是说出这种话的人 什么来啊我带你赢 不放了好吗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职业阵队 没有女队员的原因 太容易发生办公室恋情 不是我反对啊 在一起的时候还好 万一吵架分手 以后怎么一起打比赛 这都是啥呀 是说瑶瑶吗 她不是打游戏去了吗 怎么还谈上恋爱了 这不是谁呀 说话这么难听呢 不行 喂 喂 妈 瑶瑶 你跟我们解释解释 到底是怎么回事 怎么白蛇传都出来了 你是去打游戏的 还是去谈恋爱的 妈 我都说了八百遍了 还要我怎么说 真的什么事都没有 我才来这里几天啊 怎么可能就谈恋爱 而且我们每天训练十二个小时 我也得有点谈恋爱的空间 那那个 那个静圈养殖场上 说的都是啥呀 您还看什么静圈养殖场啊 那上面的人怎么说我怎么知道 我也很想问他们 为什么这么理解 我问你 杨神是不是就是简阳 去年刚跟你分手 以前住咱家隔壁那个 是是是 杨神就是简阳 对 就是住咱们家隔壁那个 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 也没耽误我上大学啊 你翻什么旧账啊 就是昨天比赛的时候偶然遇见的 一直没见面 那诚哥是谁 他勾搭你了 诚哥是我们队长啊 他最无辜了 不要瞎说啊 什么勾搭 我有那本事 不是 我跟你说 你一个小姑娘家 跟一群男的打这个什么电竞 你自己得长点心知道吗 不要随随便便搞什么事情 让网上的人抓到把柄到处乱说 影响很不好的 知道吗 妈 我先挂了 哎 哎 瑶瑶 哎 瑶瑶